早幾個月,吳卓林丟下媽吳以理 和另一半Andy出走加拿大,還結婚 看似瀟灑,原來生活無依 又被指在當地欠租三個月 直至迷死死地氣地回到香港 沒找媽媽,兩口子租賓館 報道說他們拖欠超過2000元的租金 被賓館老闆多次催交租 有指卓林原來只有20元旁身 12月13日爆租婆又催租 卓林最後選擇報警求助 警方叫卓林聯絡家人 所以最終要媽吳以理去收拾殘局 而卓林和Andy就回了吳以理大坑家 時隔一日,12月14日 全盛的傳媒報在吳以理家樓下 見他下午1點多左右 開車載著卓林和Andy離開預所 站後吳以理抵達跑馬地 一個人率先下車 即使戴著冷帽也難掩他的仇用 低頭直接報入銀行 大約10分鐘後吳以理走出來 記者問他是不是拿錢給卓林 他未有回應 之後卓林和Andy也一起下車 卓林搭著太太肩頭 面對記者也毫無忌諱 非常大方,任影不生氣 兩個人一起走入另一間銀行 經過一輪繞讓之後 卓林和Andy也離開銀行 上車,三個人一起回到大坑御所 到樓下那陣 卓林一下車就拿著電話反拍記者 全程笑咪咪的 之後等吳以理就一起上樓 不知是否解決了租金的問題 整身都輕鬆了 到樓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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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樓下了